大家好 把鸡蛋放进滚烫的油锅中 出锅瞬间变美食 这样的做法很多人都没见过 也没有吃过 首先我们准备一个大一点的碗 打入三个正经的鸡蛋 然后用筷子把鸡蛋搅散 再加入适量的70度左右的温开水 一边倒一边搅拌 这样可以防止把鸡蛋烫熟 就像我们做水蒸蛋一样 最后把所有的鸡蛋搅拌均匀 搅匀之后再加入适量的葱花 不喜欢葱花的也可以加入适量的韭菜 然后用筷子充分搅拌均匀 搅匀之后再加入适量的面粉 什么面粉都可以 中筋高筋低筋都可以 然后再加入一小勺泡打粉 如果没有泡打粉也可以用小苏打代替 再加入一小勺13香 如果不喜欢也可以不放 然后用筷子充分搅拌均匀 搅拌至看不到干面粉 这个过程大概需要3到4分钟左右 一直搅拌至面糊里面没有面割的 我们来看一下 像这样就可以了 粘稠度看起来和老酸奶差不多 最后再加入一小勺食盐 然后用筷子搅拌均匀 把食盐搅拌到面糊里面 多搅一会儿充分让食盐融化 搅拌均匀之后 先放一旁备用 然后起锅烧油 锅中油温烧至7成热 用一个勺子挖一点面糊 下入锅中 面糊能够马上飘起来 说明油温可以了 下的时候一定要贴着油面下 这样面糊炸出来 才会一团一团的不会碎掉 这时候一定要开中火慢慢炸 面糊下入锅中的时候 一定要迅速飘起来 这样的油温刚刚好 如果油温太低的话就容易吸油 而且还飘不起来 把所有面糊都像这样 一勺一勺下入锅中 所有面糊都飘起来之后 用勺子不停的翻动 让面糊受热更加均匀 这个时候要开大火炸 把里面的面糊炸熟炸透 锅里有一些碎渣子 可以把它捞出来 喜欢吃碎一点的也可以留着吃 看一下一个个胖乎乎的 就像气泡一样 最后把所有面糊都炸成金黄色 炸成这个样子就差不多了 金黄金黄的 看起来就非常的有食欲 然后把它控油捞出来 装入盘中 一道非常好吃的鸡蛋泡泡就做好了 它的口感外酥里嫩 我们来掰一个看看 里面非常的柔软 虽然是油炸的 但是里面一点也不吸油 还带着浓郁的香葱味 比油条好吃多了 既可以当早餐也可以当小零食 而且做法还特别简单 整个过程手都不需要粘面 如果你喜欢 赶紧收藏起来试试吧 我每天都会更新不一样的美食视频 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 谢谢您的支持